刚才说到,爱别离是心不生老,万无常故,这个音乐没讲完,爱别离就是爱别离苦,八苦之一,原生苦劳很多,但是种不出这八种,生劳病死就失踪了, 爱别离,愿正会,求不得,苦运直胜,这就所谓八苦,爱别离就是八苦之一,爱别离苦,爱是恩爱,自己的六心卷说最恩爱的人,分别离开了,生离死别,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以世间,这个世间的普通一般来说是很痛苦的,所以免不了会生起忧愁,烦恼,苦恼,而这里,已经是成为十一菩萨的菩萨, 他也有六心卷说,他这个六心卷说如果碰到是恩爱别离的时候,他的心不会生起忧愁,不会痛苦了,心不生脑,不会痛苦,不会烦恼,不会生起烦恼,不会痛苦, 他为什么恩爱别离的时候,因为他修无常观,观无常观,佛法里面,要知道世间是苦的,是空的,是无常的,无我的,不静的,要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要修这个不静观, 修这个思念注,因为他有修这个无常观,知道这个世间无常,所谓人命无常,无习间,那么有生必定有灭,有成必定有患,有机会必定有分散,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他知道这个无常的定律啊,他经常修无常观,观想成熟了,所以碰到这个六心卷说,如果有恩爱别离的时候啊,他不会烦恼,心里不会生起烦恼,也不会痛苦, 所以碰到恩爱别离的时候啊,所以碰到恩爱别离的时候啊,他不会有痛苦的感觉,他心里不会生起烦恼,那么因为他平常修无常观,这个时候正是无常的现身说法,所以他修这无常观的缘故啊,他就不会生起犹恼, 好,欧汉部里面啊,有一部经,叫做五五反复经,欧汉经里面有这么一部经,叫做五五反复经,这部经,以反复普通人看起来认为是,好像认为佛法是不尽人情,一点人情我也都没有,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设位城,印度的当时佛在世的时候的设位国,设位城一带啊,一直到他附近的乡村,都是接受佛的教化,学佛信佛的人很多,设位城附近啊,有一个人家,有一个村子,小村子,这个村子里面呢,所有的人通通学佛,那是佛法的乡村, 那个村子里面,通通通都学佛,都懂得佛法,那么当然那个村子里面的人,有很多都是种田的了,都是农业,其中啊,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有三代人,父母, 啊,这个父母的儿子,那么他的儿子,有太太,媳妇,啊,那么这个,这个父母有孙子,就是这个种田的人,第二代,有了第三代,那么同时他的家里还有佣人,雇的工人佣人,在农货之内,呃, 平常他是做农业,有一天,这个父亲,跟他的儿子,儿子啊,年轻的儿子,儿子几岁嘛,啊,父亲跟儿子,父子两个人,到田里去种田,啊,平常都是这样子的,啊,他父子两个人去种田,啊, 啊,到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他的家人,啊,就会送两份饭来给他,父子两个人吃,这一天很不幸的,他父子两个人来种田,啊,来了没,做了没有多久,啊,因为印度是热带地,热带地这个毒蛇很多,一不小心碰到毒蛇,那么,如果给他咬伤啊,最毒的蛇,给他咬到啊,很快就死,啊,很快就死,啊, 就会死掉的,这个父亲的儿子,年轻人,正在,啊,搓头种田,搓田的时候啊,因为搓,这个搓田的时候很多草,不知道有,有这个毒蛇,突然之间毒蛇跑出来啊,就把这个年轻人咬了一口,啊,这个年轻人被蛇一咬啊,因为这个蛇很毒,当时也没办法救他了,很快就死掉了, 那么,倒下来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啊,这个已经,啊,那么这个,做父亲的还是继续在他种田,头田,啊,他的儿子死掉了,他没看他,有没有去想办法,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啊,经过那个地方,啊,他亲眼看到他的儿子啊,被蛇咬到,随时就死掉在那边, 他的父亲没有表情,一点也没有表现,不但是没有哭,也没有看,连看都不看,啊,不但如此,他看到这个,外来的人啊,到他面前,啊,他就问他,呃,那个种田的人啊,那个外人就问这个种田的人的,这个父亲啊,呃, 那个小,那个年轻人是你的什么人啊,哦,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你的儿子,那你的儿子被蛇咬死了,你怎么没有表现啊,也不哭啊,他说,哭有什么用啊,哭,我一哭,他能哭过来吗,他就不会死吗, 哎,他这个人,看了这个人,太没有人情,哎,他说,儿子被蛇咬死了,连看都不看,别说是哭了,不但如此,呃,这个外人就要到村子里面去,啊,那么这个,呃,种田的父亲就说,哎,你要到我的村子去吗,是的,哎,我带,呃,破利带过口信,哎,我的家在哪里,啊,哪一个家就是我的家,啊,你一经过我的家门的时候,啊, 你顺便交代我的家人,您叫他们呢,送饭呢,送一份就可以了,不必送两份,为什么,因为儿子被蛇咬死了,那么,只要他自己一份饭吃就可以,他的儿子不被蛇咬死了,不能吃饭了吗,啊,这个人想了,这个人太没有人情味了,啊,他的儿子被蛇咬死了,他,呃,没有停下来办双事,他还说是,呃,带,带口线, 啊,跟他家人,啊,叫他家要送一份饭来就好,他想试试看,看他的家人怎么样子,好吧,就去,到了他的村子里面,啊,呃,还没有到他家,就先碰到他的用人,就是奴公了,用人了,他说,哎,您是母家的某某人的用人吗,他是的,呃,您的,呃,主人,啊,带,托过带口信来, 说是,呃,这个,呃,您的年轻主人,呃,被蛇咬死了,呃,呃,叫您,呃,如果家里送饭的时候,送一份就可以了,呃,啊,好好,我照办,呃,那您的小主人被蛇咬死了,你怎么不,没有表情了,没有痛哭啊,这痛哭有什么用啊,已经被咬死了,我痛哭,他也不会回声啊, 这个人想想,这是他的用人啊,是外人,难怪,不算一回事,没什么关系,啊,你就算了,那就走到他的家去,家门口就先看到,这个,被蛇咬死的年轻人的母亲啊,他说,哦,你是某某人的母亲啊,他说的,呃,呃,呃,他的父亲交代啊,说是,叫你送一份饭就好了,就好了,他说怎么的,他说,他说, 你的儿子啊,被蛇咬死了,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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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带我,叫我带口信来说,你送一份饭就可以了,他说,好好,那我照办,没事,他站在那里看,看他没有表情,不但是不哭啊,一点表情都没有,嗯,哎,他教的奇怪啊,他的儿子死了,本来女人最会哭的嘛,为什么他不哭呢,不但没有哭啊,一点表情,犹愁的脸都没有表现, 他就问说,那死掉的不是你的儿子吗,不是啊,哎,那你怎么不哭啊,他也是一样说,我哭,他能生吗,如果我哭能生的话,我就哭让他回生嘛,他哭也不会回生啊,我哭做什么呢,嗯,我不必哭,啊,哭没有用啊,他说,这个母亲啊,真是铁丝心肠啊,嗯,一点也没有表情,那么他就, 乘这个机会看到他的这个年轻人的太太出来了,哎,我跟他说,嗯,你的丈夫,姐,姐舍咬死了,嗯,那么,呃,叫您这边送饭了,送一份就好了,这样啊,好的,我只准备一份饭就送去就死了,没事,啊,哎,他的太太也没表情,那太太不是跟,呃,他的丈夫是最要好的,呃,这个最恩爱的吗, 结果也是照样,一点表情都没有,啊,没有痛苦,啊,还是说呢,那么痛快的,好,我就,呃,送一块饭就好,啊,我不会,呃,送两个呢,啊,这一家人怎么是都是这样子,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儿子,大概是五六岁吧,能讲话了,啊,那你的父亲被谁咬死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吗,我刚才听,呃, 听这个奶奶讲啊,哦,这样啊,那你怎么不哭呢,哎,哭有什么用啊,哭也太也不能再哭,嘿,连小孩子都这样讲,呃,这个家庭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了,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到春色里面,一问啊,每一个家庭的想法都是一样,为什么,他们都是接受佛的教化,知道苦,空,无差,无我,呃,他说这个人, 人一旦死掉了,你哭也没有办法回来嘛,何必哭他,你好好的修功的修罐,啊,修功的回向给他才对啊,哭没有用的,呃,这一部经里面讲这个故事,就叫做五五反父亲,这个五,就是他的父亲,母亲,呃,这个太太,儿子,还有他的佣人,这五个人啊,通通没有反暴之心啊,就是他死掉了,一家人通通没有表现,为什么, 他知道无常,那么这种的经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觉得太没有人情味了,好像太冷感了啦,呃,好像不习惯,呃,所以这部经也没有办法流传出来啊,普通人看的很少啊,呃,除了你看大经,否则不会看到,呃,呃,那么像这种的说,呃, 以佛法看起来,他是就无常观成就了,呃,但是以世间的人情看起来,太没有人情味了,好像是不尽人情,并不好,不过以佛法来讲,呃,他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知道死掉了,总是没有办法回生啊,既然没有办法回生,哭是没有用的,哭,也是,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后来,这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念佛求生西方,呃,那么灵命中时要好好的念佛祝他往生,呃,不要哭,呃,不要讲世间话,尽量念佛看到他,帮助他往生,这个用意就在这里,因为世间必定是有生,必定有死的,呃, 那么恩爱别离啊,再苦,修无常观,也就不苦了,那么如果懂得无常观,就不必痛苦,痛苦没有什么用,好好修功的回向给他,才有真正的用处,那这就是,碰到爱别离苦的时候,心不会生气烦恼,因为他修无常观,我们普通人,没有修无常观,碰到游人,家里游人,呃,这个, 生理死别的时候,就很痛苦的,所以修一下佛法,就现在得到受用,那么在这个恩爱别离的时候啊,呃,只要好好修功的回向给他,不必啊,呃,在哪里痛苦,因为痛苦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的,不懂佛法的人,就会认为这样周啊,好像不尽人情,不过世间上,也会有这种人,呃, 我听说,大概是已经有二十几年前了,有这么一个家庭的家人,呃,这个做父亲的死掉了,他有好多儿子,大概有十五,四五个吧,呃,而他的家人呢,呃,对他的善事啊,很平静,很平静,家里的人呢, 他通通通都没有痛苦,啊,不但是没有哭,他的家庭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双事的表现,啊,那么到了这个宋壮的时候,宋,宋去火壮了,他的家人通通穿着这个黑的衣服,表示这个宋壮, 嗯,但是呢,都没有一个人哭,啊,也不用这个事先的吹吹打打等等的那些,呃,乐器之类,呃,其他种种的表现都没有,只是把这个,呃,死的人装在棺材里面装好了,封好了,就送到,呃,这个火壮场去,就把他火化掉了, 啊,而这个做儿子的人,啊,那么大家都静静地把他送去,都没有表现,啊,那么一点护身都没有,不过这个,这种人呢,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学佛,他也不懂佛法,他也没有学其他的宗教,呃,而当时他的父亲死掉了,他也没有宗教的表现,不但没有佛教的诵经念佛,也没有请其他宗教来, 来,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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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个,呃,宗教的仪式,完全没有,呃,只是默默地把他送去,呃,呃,这种做法,呃,如果能够加上佛法就好了,呃,不哭是好事情,你看,但是不懂得佛法,没有以佛法来帮助他,这是一个,呃,缺点,所以世间是,呃,本来啊,并没有死板的,一个一个地方的封锁都不一定的, 不一样 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 死人都是一样的方式 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里是说菩萨 他碰到恩爱别离的时候 本来在世间法上是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菩萨在这个时候 他的心里不会生起烦恼 因为他虚无常观 无常观成熟的缘故 他不会有这个烦恼的情况表现 接下来经文说 受热受死 心不担方 观苦无常 菩萨有的时候 他也会有快乐的时候 也不是说菩萨一定就要吃苦 因为他生生世世修的福报很大 既然生生都修福 那么必定也会有受到快乐的时候 假如这个菩萨 他受到快乐的时候 受热受 就是世间法上 他很快乐的时候 享受快乐 因为他烦恼还没断 享受快乐的时候 也会做得快乐啊 但是心不担 但是心不担方 他的心啊 不会担着 而是啊 方会其他的事业 虽然是很快乐 他的心不会担着 担是贪着的意思 贪爱的意思 对他所享受的快乐啊 他不会贪爱 那么来了就接受 去了也无所谓 他不会担 就是不会贪爱 因为贪爱世间的快乐 而方会了他自己的事业 他既然不会担着 不会爱着 当然也就不会方会他的事业 他做自立立他的功德事业 做度化众生的事业 还是正常做的 他不会方会他应当做的事业 所以叫做心不担方 他虽然是享受快乐 他不会爱着 不担 他不会方会他的事业 不方 那么因此啊 他受快乐的时候 心不担方 他为什么有这种的功夫呢 观苦 观无常 他时时刻刻在修观 灌这个世间是苦的 灌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灌苦 无常 那个灌子又连灌下来 他灌这个世间是苦的 灌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既然他修无常灌 修苦灌 再快乐 他也觉得这个世间是苦的 快乐只是暂时的 不可能永久存在 所以啊 他不会担着 上面所说的就是 十一菩萨 具足上面所说的八方 那么就能成就以上 这么很长的两面的经文呢 所说的种种的表现 都是以世间人不同的地方 下文是总结上文说 善男子 菩萨具足如是八方 正能视作如是等次 因为上面主要的事情已经说过了 要总结上文 所以佛对善生说 善男子 菩萨如果具备了上面所说的办法 那么经文开头所讲的 就是第一 寿命长远 第二 具上妙生 第三 生具大力 第四 具好种性 第五 包扰财宝 第六 具男子生 第七 言于便了 第八 无大众位 这就是八方 菩萨具足上面所说的这八种功德 那么他正能视作如是等次 他就能够事实造作以上所说等等的 菩萨道义能做的事情 他独一能够做到 如是直上文 如是就是直上文所说的 菩萨具足如是八方 若文击回 心能看人 以下的文字 一直到刚才刚说完的 树落寿时 心不丹方 观苦无常 那么这些事情 就是如是 这个如是就是指这段文所讲的 但这只是一个提示 一个大概 大概而已 还有很多不能一一说出来 文字不能一一表达出来 所以用一个等字来总包含 等者等于其他没有说出来的 这些事 菩萨一一都能做到 那么上面这些事 有些地方 我们虽然还没有具足办法 但也能够做到的 就算还做不到的 也应该学习的 而这八法之中虽然不能一一具备 现在也有少部分 有几种是具备的 例如说 有些已经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 这就是第一个 办法里面第一 他已经得到了 那么其他 有些地方 例如说像貌好 长得六根完备 这都是在办法里面具备的 虽然没有办法 通通具足 最起码也有几法 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在上文所讲的 能够学习的 应当学习 那好好的 在这个菩萨道上 由浅入身 慢慢学习做到 而具足办法的菩萨 他最起码是十一菩萨了 就是七性以上的菩萨 这些 他样样不能做到 这第十一品经 到这里讲完了 这总结上文说 善来自 菩萨二种 一则在家 二则出家 出家菩萨 修世办法 事不为难 在家修习 事乃为难 何一故 在家菩萨 多恶因缘 所缠绕过 这跟前面 每一品经 都有这种的 接文大致相同 不必细讲 佛总结上文 对于善生说 善男子 菩萨有两种 就是在家 跟出家 两种菩萨 出家菩萨 它是专行 要修上面 八诗的修音 成就将来 八诗 应当是比较 不会困难 比较容易 事不为难 在家人要修习 比较困难 事乃为难 为什么 你何一故 因为在家菩萨 它有比较多的 不进 恶因缘 就是逆进 那么在家的 许多 在家人的 这个私能工商的事业 家庭返境 六经 卷书 很多事情 缠绕住它 那么要把这些 发发的 因地 一一修好 就比较困难 比起专行的 出家人来 要困难一点 所以叫做 在家菩萨 就是比较难 这都是赞叹 在家人 能够如法 修学菩萨道 这是很不容易的 是赞叹 在家菩萨的 殊胜 那么当然 也不能因此 而生起娇慢 那么到这里为止 第十一品经 讲完了 那么 这就所谓 自他庄严评 把自他庄严评 的这一品经 讲完了 下面是 第十二品 二庄严评 第十二 二庄严 前面不是讲了 自他庄严吗 自立地他 为什么这里 又讲二庄严呢 前面 自立地他 也是两种庄严 通过他是约 自己利益 利益众生 约自立地他 讲 这里的二庄严 是约菩萨修的 福德 智慧来讲 这个二 是福德 跟智慧 福德 庄严 智慧 庄严 叫做二庄严 成佛 就是要福德 圆满 智慧 圆满 就是两足尊 佛叫做两足尊 不要误会 因为是佛是 两个脚了 能基卡了 如果是能基卡 是两足尊的话 我们大家通通都是 两足尊 那么这个两足 就是福足 慧足 不是两个脚的 意思 是福德 具足 智慧 具足 福德 智慧 两种功德 都做到 圆满 具足 才能成佛 要成佛 要福德 智慧 圆满 所以现在这里 就讲这个 福德 智慧 两种庄严 要怎么样子修学 成就福德智慧的庄严 所以叫做二庄严评 这一品经讲这个道理 所以叫做二庄严评 二十八评当中 这是从顺序排来 这是第十二评 这一品经原来 全文有一千零九十四个字 将近一千一百字 现在这里揭露的 也揭露了九百三十七个字 只是略掉一百多字 略掉一百多字 就是其他的文字啊 比较重要的 都把它揭露下来 就是少少一点 叫做可以揭露 就把它略掉了 这一品没有全录 略掉一百多字 那么其他的文字 就把它揭露下来 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 请各位看出经文 善生言 世尊 人后菩萨 自他 转言 善生长 长者听到这里 已经知道这个自他 自立地他的道理了 那么他又请问佛说 世尊啊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自立地他的功德 完全圆满 庄严 没有缺少 他的意思是说 菩萨 要自立 也要利他 但是这个自立地他的事业啊 要怎么样子做 才能达到自立地他的功德 庄严 圆满 这是善生的请问 下面佛就大幅说 佛言 善男子 菩萨 具足二法 能自他 庄严 一者福德 二者 智慧 佛对善生说 善男子 菩萨啊 要具备两种法 假如他圆满具备这两种法 就能够做到自立 利他两种功德圆满庄严 就是说 具备这两种法 就是福德 跟智慧 这两种法 第一就是福德 第二就是智慧 福德 智慧 两种具备 就能够自立 利他的功德 做到圆满 就见庄严 如此也就成方 善生 菩萨 了解 再请问说 世尊 何因缘故 得二 庄严 善生 请问的意思说 是说呢 有什么样的 清因助缘 怎么样的修行的缘故 才能够得到 福德 智慧 庄严 是修那些 福德 修那些功德 才能够成就 福德 智慧 两种庄严 而达到自立 利他的功德圆满 下面就是佛的 大福 善叹是 菩萨 修西 六波罗密 变得如是 二种庄严 菩萨 道 所修的 总不出 自立 利他 自立 利他 他 所做的方法 这个方法 总不出 六波罗密 波罗密 就是道彼岸 菩萨 犯在度 就是六度 菩萨 所修的 气急的功德 总不出 修六度 就是布施 持见 忍若 精进 禅定 般若智慧 菩萨 所修的 总不出 这六度 以这个六度 就能完成 福德智慧的庄严 所以叫做 变得如是 二种庄严 就是说 菩萨 要修六度 菩萨 修六度 就能够使福德智慧 得到圆满庄严 那么这个六度 哪一种是属于福德庄严 哪一种是属于智慧庄严呢 下面就分别清楚了 是 看经文 是 见 精进 明福庄严 人 定 智慧 明智庄严 先来一个大概的分别 大概的分别 在这六度 在这六度当中 佛说 不思 慈慧 精进 是属于福德庄严 人 仁肉 禅定 剥若智慧 这就叫做智慧庄严 关于这种的分法 下面经文还有说明 现在这里不必提早讲 六度大家都知道的 也不必再解释 而且后边有专文 六度各个有专评的说明 那么这里简单分别说 故事词戒精进是福德庄严 人肉禅定智慧是属于智慧庄严 那么这样子修六度就成为福德智慧庄严了 那么另外还有许多的分法 下面还有解释 这里不必提早讲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听到下文可以分别可以了解 经文说 富有六法二庄严因 另外有六种修法 为这福德智慧两种庄严之因 那么就是说修下面六种法 之可以使这个二种庄严 福德智慧二种庄严都能成就 为成就福德智慧庄严之因 修这六法 稍微六念 这个六法能够使成为二种庄严之因 就是哪六法呢 就是六念 修六种观念 这个六念是什么呢 经文说 念佛法生明智庄严 念戒示天明福庄严 修这六念就能庄严福智两种功德 这个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生 念戒念士念天 假如实时观察修念佛 念法念生 念佛把生三宝的功德 修念三宝的功德就能够开发智慧 由此就能够成就智慧庄严 明知庄严 念实践 念修故事 念生天 大乘佛法里这个天词第一亿天 就是正道诸法的离题 真如实相 叫做第一亿天 但是现在这里既然是属于福庄严 就不是指的这个第一亿天了 因为第一亿天应当是属于智庄严 不是福庄严 所以这里的念天是念的生天 指约生文法讲的念生天 就是说修生天的福乐 那么不至于堕落在山途 那么念故事念实践 念生天的福德 这就是属于福的庄严 如果是把天 如果是把天看作念第一亿天 就是观察诸法的离题 那就是会成为第一亿天 这个就是智庄严了 现在是约生文法的六念说的 善难知 菩萨聚主是日庄严 能自他里 为诸众生受三恶苦 而其内心不生有悔 若能具足是日庄严 这的唯妙善巧方便 了知是法 即除是法 佛对善三说善难知 菩萨修行菩萨道 能够具备圆满具足 上面所说的福德智慧两种庄严 那他就能够自他两立 能自他利 那么就是说 修六度福德智慧庄严 就能够自立于他圆满 自己得到利益 也能利益一几众生 所以说能自他利 为诸众生受三恶苦 而其内心不生有悔 假如能够修这福德智慧庄严 能够自立于他 那么这个菩萨就是替众生受苦 受三恶道的苦 第一恶归处生 菩萨如果在第一恶归处生里面 三恶道里面替众生受苦 他的内心也不会生起犹愁 也不会后悔 他觉得这个替众生受苦 是菩萨应当后的 所以他不会犹愁 他也不会后悔 不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苦头啊 这么苦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啊 来受这个苦啊 为什么要替众生受苦啊 他不会有这种 犹愁后悔之心 他认为这是应当做的 所以菩萨能够修二庄严 修这个福德智慧庄严 就自他利 那么因此他就是在沙坑道里面替众生受苦 为众生而受苦 他内心也不会犹愁 也不会后悔 若然具足四日庄严 这在唯妙善巧方面 菩萨如果能够具备上面的福德智慧 两种庄严 那么他度化众生的时候 也就能够具备 尤为奥妙的善巧方面 就是他有很好的善巧方面的办法 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 他处处有善巧方面 度众生要有方便 没有方便 众生不肯接收的 所以要有善巧方面 而且这个善巧方面呢 又有很尤为奥妙的 很唯妙的这个善巧 才能够使众生接受 因为他了知事法即出事法 了是明白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知道事间法 并即出事间法 菩萨到了这个时候 因为最起码是七十一级上的菩萨的结尾 他对于世间法 完全明白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三界 六道里面 所有一切诸法 他彻底明白 世间的万事万物 他明明白白 懂得世间法 不但是懂得世间法 初世间法 他也完全清楚 初世间法 初世间法 就是初世间法 初世间法就是指的佛法 就是三层共修的 乃至大层不共法 深温 渊 觉 菩萨 这都是初世间法 只有佛法才有 立佛法之外 其他是没有这个初世间法的 唯有佛法的三层共法 才能超出世间 深温法能够断三界论的见识烦恼 了脱生死 超出三界 圆诀 独诀 修十二因缘 那么由此也能断反了 了脱生死 超出世间 这都是初世间法 虽然是身为圆诀 称为小臣 二臣 属于小臣 那么但是他都能超出世间 菩萨道 修六度万分 就近存活 更是初世间法 初世间中 修入世法 做度化众生 救世的词烟 那么菩萨修这个福的智慧 庄严就是勤修六度 就能够自立地他 就能够由善巧方便 做这个度化众生的词烟 因为他懂得世间法 一出世间法 善难之 福德庄严 即智庄严 智慧庄严 即福庄严 上面是把这个福德智慧 分开了吗 布施词戒精进 叫做福德庄严 忍若禅定智慧 叫做智慧庄严 看起来好像分开了 可是你要知道 福德里面有智慧 智慧里面有福德 彼此相通的 不是死板的完全分开 因此佛对上僧说 你要知道 我刚才所分的 并不是死板的 因为福德庄严里面 就有智慧庄严 而智慧庄严里面 也有福德庄严 何以故 为什么说 福德庄严里面 就有智慧庄严 智慧庄严里面 就有福德庄严里 福智慧者 能修善法 具足食善 获得财富 极大自在 得失二股 故能自利 极利于他 福 是说话的开口词 开口的声音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智慧者 所谓拨了智慧 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修善法 有智慧就能修善法 他修什么善法呢 他具足食善 生不造三道盈 可不恶口两色 网约其一 义不贪嗔痴 这就是所谓时善 有副乐智慧 就能修善法 既然能修时善 有修时善 就得很大的福报 所以就能够获得 获也就是得 就能够得到 世间的财富 财宝富贵富裕 通通不能够重就 并能够在世间中的大自战 自由自战 样样如意 因为他的财富 的自战 能够得到这两种的功德 也就是福的智慧 庄严了 的财富是福的 大自战 有智慧才能自战 没有智慧就不自战了 例如世间有钱人 他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他就不自战了 一天到晚做守财奴了 守财奴 他就不自战 有智慧的人 他能运用这个财宝 来做功德事业 那么他得到自战 自战就是智慧 那么因此他得到 这两种福德智慧的 庄严的缘故 他就能够做自立立他的事业 因此之故 故能自立 自己得到很大的利益 并且能够利益他 他就是指重伤 有智慧 有智慧之人 所学事法 与学中胜 于是因缘 便得财富极大自在 有智慧的人 他所学的世间法 在世间法中 所学的是最属生的 于学中胜 在一切世间法中 他学到的是最属生的 没有比他更属生的 于是因缘 有这个原因 有这个因缘 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大财富 也能得到大自在 因为他有智慧 他在世间中是最属生的 菩萨具足如是日法 只能二是自他利益 菩萨既然具备上面 福德智慧阳同法 那么他就能够 现在是未来是 自己他人 一切众生都使他得到利益 这个二是 就是现在是跟未来是 现在有福德智慧 现在是就得到自他利益 那么未来是继续下去 都能使众生自己得到利益 自责若能分别事法 基础事法 世间法则 一切事论 一切事定 出事法则 知 因 入 界 菩萨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智慧就是有智慧的人 他如果能够分别世间法 并以出世间法 分得清楚 他就能够啊 做自立于他的事业 什么是世间法令 世间法就是一切事论 这个事论啊 包含世间的 经济 政治 社会上 所有一切的 这个论说 通通包含在里面 一切事定 世间的禅定 就是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 比如说四禅天 四种定 跟这个四空天的四种定 叫做四禅八定 这个不能超出世间 所以叫做四间禅定 出世间法 怎么样子才能够了解出世间法 你要知道 印 印就是五蕴 五蕴 旧义叫做五蕴 心义就是五蕴 心经里面的五蕴皆空 色素想形式 肉 就是六肉 六肉 就是年而比色生义 或者是十二肉 加上色生乡 未处法 和六成 六根六成 就是十二肉 剑 就是十八剑 十八剑 六根 六成 六师 言而比色生义的六师 合并起来 就是十八剑 这前面 从前讲这个为师 已经讲过了 我必须讲 菩萨知识 日法阴言 不能二师 自达第一 菩萨知道 这个